台灣已經是一個高齡化的社會 因此老人們的議題也越來越受到重視了 在三峽的西北里 這裡的里長林清明 他是希望說社區裡的老人 都應該要有地方可以來運動休閒 因此他向國有財產局來借土地進行綠美化 將荒蕪的土地改造成為小公園 希望所有民眾都能夠來這裡休閒運動 我都把他移到這邊來 我還削三個工人 還削三個工人 三峽西北里里長林清明 向國有財產局申請綠地美化 將一塊本來荒蕪的空地 打造成現在公園的模樣 小朋友的溜滑梯 或是大人的健身器材都以硬俱全 成為現在居民運動的好所在 因為 為了我們在附近在里面 這裡全都走不太爛 因為這鐵圖要走不夠 要走到那邊 接受到三段一百零號那邊 因為那邊才有一個和平公園 它那個和平公園 是可以直接接到新店 台北都可以接到 所以就想到說這邊空地的時候 以前都是雜草重生嘛 一些雜堆垃圾很多嘛 所以跟找政工所配合一下 進階隊來配合 先把東西清掉就把它整理 先整理就把跟國有財產局租借 因為里上有三百多位65歲以上的老人 因此林清明更重視老人的休閒以及福利 他將三峽民深入整修後 不用的石塊用車子運了回來 鋪成公園現在的石頭路 連長輩在打象棋的石桌都是廢物利用 用心打造成居民休閒運動的好場所 我這個自己去找了 我去找公所說 上次弄起來那個石頭到哪裡去 我去問公所 公所說我載到那個水壩 水口那裡 板心水廠那邊 那裡掛在那裡 公所出錢 再10台 那裡都10台超10台 完整的設施 還有林清明和李明用心栽培的各種植物 製作小公園的誕生 讓居民可以就近休閒運動 中央新北新聞三峽採訪報導